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特别邀请交通处长一起搭乘清晨6点58分的台铁区间车到南港体验台铁通勤族的状况 画面上就是在台铁车厢里面的状况挤满了通勤族 大家安静的搭火车上班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跟通勤族一样体会这种通勤的感受 身体内有一大早起床的疲累 所以大家一上车就争取时间休息或是闭目养神 跟我们王俊宏 王处长他也是第一线 跟我们都在尽量一下了解通勤族权 那今天没有特殊状况跟各位报告 但是我们想推荐一下我们目前在争取的这个基隆南港直达车 那这一班次我们已经也有请王处长 这个礼拜已经会前往国会立法院一趟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跟立法人员这个洪梦凯的国会办公室 来讨论相关的一个事 那我们目前是规划希望基隆到南港 大家可以看基隆到南港可以有直达的情况 那目前来说我们基隆会经过三坑八堵七堵来扶五堵四坑四坑 那我认为七堵以后直接到这个南港的部分 其实坐驱诊车速度也很慢 大概19分钟 那不过就是我希望睡于这个基隆站 因为基隆站是基隆四个行政区 是仁爱区中正区中山区还有这个市区 他们会使用火车的主要四个行政区的人口 我希望每天最起码先从一般开始整点 最好是整点或固定时间来启发 可以到这个直达到南港 我们今天特别来跟通勤族一起来搭乘6点58分的区间车 前往南港 那因为南港现在是主要转运转成的主要大战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来体验一般通勤族所搭的区间车 另外大家都了解我们最近也在积极的规划 想要推动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基隆的南港的直达车在我们的规划中 如我们过去曾经争取过的 是基隆南港中间不停一站就到 那我觉得这样可以替通勤族上班去南港的 在这个上班时间可以省下13到15分钟 预计22到23分钟就到 那现在坐区间车则是大概要36分钟左右 那我们自己想来搭乘看看现在的区间车 另外有机会的话也跟通勤族做一些互动 询问他们对于区间车跟直达车的看法 另外我们也在违景交通处来进行民调 看一下我们的通勤族朋友对于区间车 以及假如有直达车他们的民意反应 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这是有需要的一个 有效的上班专车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还是要看民众的反应 我们也会看民众的民意调查的结束后 来作为继续争取这个直达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谢国良表示他能够了解这样的心情 因此他非常希望争取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帮通勤族再争取十几分钟 体验通勤的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也透过直播跟民众问好互动 在充分了解大家的想法之后 他会努力的争取更多的协助 尽快来落实直达车这项政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基北通勤族每天辛苦往返 为的都是要养活家口 给家人一个更安稳的经济环境 因此交通处长表示非常值得来推动台铁直达车 给通勤族一个更稳定的上班条件 陪同市长谢国良搭车的市政府交通处处长王俊宏表示 台铁通勤比公路通勤来说减少塞车的风险 准点的稳定率会更高 也可以让上班族避免迟到的风险 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运输工具 我们主要交通处是想 市长指示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规划 就是希望我们一个通勤上班的一个直达车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从我们整个书运的一个旅次的一个数据来看 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大概八到九点 有一个所谓的输运的输运人次的一个量能是最大 将近1500人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个专属的一个通勤直达车 能把这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流量 能量的部分做一个输运 而且刚好这一个时间 刚好是到台北是属于上班的时间 那火车直达车它具有所谓的准点 直接到站的优势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 在上班的时候我想说时间比较好拿捏 也不会像国道客运假设有塞车 那个压迫性焦虑性会比较高 就是我们市长指示的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安心的到站到台北以后 能安心的进到上班整个的一个环境 王处长表示他们会持续的收集各方面的意见 用同理心依照通勤族的意愿来进行推动 希望能够符合最大多数通勤族的需求 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更稳定的通勤条件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特地在议员服务处制赠每户弱势加户两核SGS认证 没有抗生素的安心鸡蛋及春联和红包带 希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能够有小小的幸福感 排队拿到鸡蛋的弱势朋友都很开心 虽然只是两核鸡蛋 但是在蛋价上涨时 特别能够感受到蛋蛋满满的温暖 鸡蛋然后可以来领你们自己觉得有没有很温暖的感觉 有啊 有啊 非常温暖啊 谢谢民族啊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在中山区议员服务处 制赠每户弱势加户两核SGS认证的安心鸡蛋 以及玉兔城祥春联和红包带 希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能够有小小的幸福 因为现在我们景气也很不好 而且关于这个关怀之后是我们一项的主张 也就是一项的活动我们在办的活动 好 谢谢 其实秉俊跟我们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已经连续四年都有举办寒冬送卵的活动 那这一次特别跟理事长来讨论 就是说我们寒冬送卵希望可以送到人的心坛里面 所以这一次特别准备了我们两核的野生鸡蛋 来去发放给我们的低收入户 那未来其实若有足够的资源上 我们会再持续扩大 甚至针对中低收或者是生脏人士 都会来逐步的来去发放 而且鸡蛋是有团圆的意思 也希望在大家过年期间可以一家团圆 同时我们也赠送丙军特制的玉兔城墙的春莲 以及有红包袋 这是希望大家兔年都可以过个好年 那未来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 虽然下着雨许多符合资格的民众 还是骑车或坐车过来 而针对行动不方便骑车过来的民众 张丙军也主动拿给他们 请他们不用下车展现贴心的一面 张丙军进一步表示 这一波发送鸡蛋主要是针对低收入户民众 从1月4号下午2点开始 到1月7号下午5点为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 市议员林敏勋寒冬送暖的爱心活动不断 从圣诞节帮助弱势而少的圆梦计划 到暖暖最用心 幸福食物银行 及弱势加户的访试等爱心工作 希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协助弱势朋友在寒冬中度过难关 穿着鞋头已经破洞的开口笑布鞋 前来领取新的鞋子 领了新鞋后 马上开心的到一旁换穿 虽然只是一双新的布鞋 却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让他更有动力奋发向上求学翻转人生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寒冬送暖的爱心活动不中断 从圣诞节帮助弱势而少的圆梦计划 到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以及弱势加户访试等爱心工作 林敏勋希望尽自己最大能力协助弱势朋友 在寒冬中度过难关 需要帮助的这些学生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来给他这个圆梦计划 一个圣诞的耶诞礼物 然后让他就是学习到感恩 然后未来可以能够做一个 喜欢帮助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那也透过这次的圆梦计划呢 我们包含苏云行跟我们爱分享冰箱 以及我们最用心社会服务协会的系统 然后都透过这一次的圆梦计划呢 那了解我们每位孩子家庭里面的状况 那如果有更进一步需要帮忙的这些家庭 他真的相对更加的弱势或更加需要的帮助的话 我们的食物行的系统也都会介入 也都会进一步的来帮助他们 那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生活上的一些支柱 那另外的部分也会透过区公所 跟设政课这边来做一个联系 那是属于这个补助的方面 那在生活上任何需要可以协助的地方 我们食物行都会努力用心的来做 那也不只是这个学校的部分 其实我们透过里长 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透过我们各个管理委员会 我们社区大楼的主委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这个内容这几个媒合的单位 那知道或是搜寻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这些弱势户或弱势家庭们 那我让我们食物银行 有这个机会来给予他们关怀跟服务 那我们继续用爱与关怀 点亮这个社会黑暗的角落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幸好在帮助弱势过程中不孤单 许多志同道合的善心人士都会自动加入捐献食物银行各种物资 像是陈先生夫妻俩都会定时捐赠的米粉和其他物品 更有许多志工前来帮忙整理分送物资 让来食物银行领取物资的弱势民众都能够获得满足 也有像中正区沙子里的爱心里长陈俊宇 为了户籍设在暖暖区的弱势里民 特地开车来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领取物资帮忙载运回去 林敏勋感谢社会各界共襄盛举的帮忙 用最实际的爱心行动来帮助弱势 让基隆真正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迎接2023佛光山基隆极乐寺举办爱与和平彩绘灯荣比赛 吸引了近千人参与 基隆市副市长邱沛林 民政处长张渊祥也共襄盛举 以爱心彩绘出未来的希望与和平 不要战争只要和平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画下心中的爱搭配兔年喜气洋洋 彩绘灯荣现场朝气蓬勃 共是一个地球 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是 都要爱与和平 不要再战争 一个个的丹荣 整线参与者对这次主题 爱与和平的巧思 我们基隆市呢 在今天呢 举办爱与和平 灯荣彩绘比赛 那现场有一千多位小朋友 跟家长一起 每一个人的创意无求 所以佛光会呢 推动这个智慧与创新 那我们呢 也能够朝向大家呢 能够开发自己的潜能 那将心中的爱把它展现出来 那才会在灯荣上面 那能够呢 一份的祝福 点亮自己的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别人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仁寿理理长张富凯 也应邀共襄盛举 我觉得很改的就是 每一个人 都用你们的心 来创意彩 对 那就跟新一大师 手脚的点分析 一样的概念 我们努力 划出我们的希望 然后照亮我们每个人 心里 愿爱的那一块效果 很开心 在2023年的元旦 能够陪同我们 基隆市的邱佛市长 力领我们基隆 胡光山极乐市 参加这爱与和平 灯笼的彩绘活动 透过彩绘灯笼 把爱与和平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能够让我们带动 社会更祥和的 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看美人将爱心 与对世界的祝福 融入彩绘灯笼中 颁奖典礼 将在2月4号举行 欢迎大家到极乐市赏灯 一起来展现 内心的光明自在 让2023年的生活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你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都不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再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金融二性高中广社科 举办第34届毕业生 无线设计专题成果展 学生的作品多元跨域 并关注国际 甚至融入数位科技 令观想者眼睛为之一亮 消除饥饿终结贫穷 以水果发想的怪美丽 不只周边产品设计 还有APP主视觉 将生活经验与所学结合 深获评审青睐 我们做这个议题 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看到 蔬果浪费 所以我们做了果干还有果酱 然后我们不只想要让大众 知道这些 我们做了店内设计 还有APP 期望着启发其他品牌 可以跟 所以我们的脚步 让大众更了解 他们为何愁也为何美 而正以健康生活 与福祉设计的解忧 懂自懂 以动图介绍建筑 搭配周边的运动商品 预计要盖在六合停车场的构像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发现了忧郁症越来越普遍 根据研究指出 可以维持运动的有效降低重度忧郁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 能缓解情绪跟压力的运动中心 我们运用了爱心的形状 来制作我们的建筑外观 我们不只建筑 然后我们也同时设计了周边商品 然后有建筑的模型 名片 海报 旗帜 水杯等等 然后这些都是运动相关的商品 还有以十二星座为主题打造的早午餐店 从餐点 包装 硬体设计 到手势产出 让人看见巧思创意 三 这是乘 这是四 所以我们是三乘四 主要理念是希望我们可以跳脱传统的早餐店 然后结合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星座话题 跟我们的吉祥物座结合并且去发展 我们还以吉祥物作为发展做的小周边 像是吉祥物的扭蛋 或是小卡 贴纸 徽章等等 就是以无限设计发想 二星广式科专题展横跨各领域与主题 像是结合一流的异世界 在地家乡的乌秋寻宝记 结合图书教育的外星谷谷 融入各艺术主轴的家具设计 这个艺术家他叫克力 然后这幅画就是那个石与火 然后把这个图案变成是这个沙发这样 是我们二星广告设计科的毕业展呢 我们会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可以更关注到国际的议题 所以特别在我们这一次的第一名 以及第二名 他们其实都符合联合国的SDGs 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国际上面的议题 无线设计除了在二星文创大楼图书馆展出外 3月2号到30号即将在市府一廊展出 欢迎有空的民众前往欣赏 这呈现跨年代的创意无线设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湾近海的余货量 从1980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滑 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积极富裕 至今保存了20种物种的原生种 这一次首度透过人工培育 成功富裕出黑猴、红猴等幼鱼 希望能够增加雨货量 改善渔民的生活 张大嘴的黑猴咬住鱼儿被拖带回上岸之后 放入水箱进行富裕作业 养殖业 养殖专家将黑猴送上大船 转移到大的活水槽 等靠岸之后 立即将它送入培育的繁殖环境 并架设水下摄影机 仔细观察 这一围围透明的小鱼 都是海洋未来的希望 黑猴的人工繁殖跟放流 都是全球首例 今年完成的全球首例 然后他们也是高经济 这次其实我们是从定期型 就是沿海最浅 做到沿岸型 做到大洋型 所以整个完整的生态系 让这些我们现在都是优先用放流为主 就是让这个资源做充分的富裕 还有美台鲸 上海2000元的红猴也是富裕的目标之一 台湾是继日本之后 第二个成功完成红猴人工受精的试验 考量到这个 全国的这个沿浸海渔业的产量 从民国六四九年的高峰四十万公吨 现在只剩下大概十六到十八万公吨 这样的一个 减产的弧度蛮大的 所以我们就尝试利用我们 水市所研究人力 把海洋鱼捞跟养殖的人结合起来 来进行这个接力合作 他们海洋鱼捞的同仁 在海洋取得一些种鱼以后 然后就送到岸上 回到我们的相关研究单位去进行这个催熟 让他们能够交配孵化 近年来台湾沿海的渔获量下降 除了实施管制和放流措施 农委会水市所积极富裕不同的鱼种 至今已经保留二十多种物种的原生种 其中黑猴的富裕更是创下全球首次 成功繁殖之后 将幼苗放回大海 经过二到三年 渴望成为种鱼 让渔民不再担心 捕捕到黑猴 今天就是要跟所有台湾的消费者报告 我们的水市所过去这几年 针对沿浸海的鱼种的呼吁 非常的成功 那我做手边是按摩 在后面 黑猴水下两百公尺 还有四百公尺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呼吁 最后可以放流 来增加渔民的收入 其实我们沿浸海的资源 从四十几万公吨 到现在这几年 为时十五六万公吨 那水市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会把这样的 所有的二十几种的物种里面 那的演化成果 那再回去放流 让我们沿浸海的渔月资源 可以不要因为气候变迁 或是人为这些捕捞等因素 而大幅度的减少 我想这个对粮食安全的贡献更重要 不管是高经济价值的红猴 或者黑猴 经过富裕 可以有效填充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 增加渔民的收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另外基隆正面渔港 有一只流浪犬小虎 遭到不明人士用利刃化伤 身上留下了长长的伤痕 东宝处人员研判 应该是遭人恶意化伤 将透过监视器找出动手的人 基隆正面渔港渔民 围绕着这条虎斑狗 相当乖巧的他 却遭人下毒手 在背上留下长长伤痕 基隆正面渔港一条名叫小虎的老狗 背上被人砍了一刀 由于伤口相当平整 加上半年前 才被不明人士砍了三刀 这次又遭人下毒手 因为它这个伤口 就是伤口很整齐 你勾到的话 伤口不会那么整齐 伤口很平整 可能不是很锐利的刀 就是被一些 譬如说铁线 像山豬钓那种狗刀 造成的伤口 或者是瞬间被什么 瑞利的东西划到 但是 洞宝法第六条有规定 那个人不能伤害虐待动物 所以 它这个行为 会违反到第25条 会除两年下的习徒金 那我目前 我会先去救资那一支 把他带回寵物养医疗 那接着我会调监视器 去找出行为人 如果有行为人 我会依刑事罪者部分 移送地检署真板 又有流浪狗 遭人恶意砍伤 金融洞保守经展开调查 要找出凶手 若确定是人为 将依法送办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明显 終於可以寄的任務了 什麼 沒WiFi 沒WiFi 這裡是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家寬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強 隔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腳 WiFi批動終結者 中家寬屏 搭配Me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這一集終於上了 我沒想到 沒有WiFi 我都不怕 沒有WiFi 這裡是 我在哪 一到陽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還好有中家寬屏 有了Mesh WiFi範圍超廣 距離再遠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腳 WiFi黑洞終結者 中家寬屏 搭配Me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基隆有一名婦人在聊天群組分享 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避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可處3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最高可處5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踪騷擾行為 刑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終於可以寄的任務了 什麼 沒Wi-Fi 沒Wi-Fi 這裡是 Wi-Fi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強 隔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盛網無私角 Wi-Fi黑洞終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esh盛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